因为学习中文,收获了事业、爱情并在中国定居 近日,29岁的成都大学泰语外教林青回忆起自己新生活的起点时,仍然颇有感触 林青来自泰国四色局府 受中国邻居的影响,从小他便对中国充满好奇和向往 2011年,林青考入泰国孔敬大学 学习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开始了中文学习之路 2012年,林青飞往重庆留学,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留学期间,因为学习中文,林青与爱人相遇 硕士毕业后,他与丈夫定居成都,正式成为了一名成都媳妇 也正是这段甜蜜的经历,让林青意识到 语言是泰中民众交流的起点 两国日益密切的交流合作都建立在语言互通的基础上 出生于教师世家的林青,逐渐萌生了在中国当一名泰语教师的梦想 2020年初,林青通过努力加入成都大学成为一名泰语外教 在林青的语言课堂上,不仅有泰式美食制作 还有泰国传统民俗体验 颇具风格化的课程,让林青深受学生喜爱 首先我个人作为一个泰教老师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要做好自己 就是想让学生能学好泰语 那么只学好语言,它不够,它必须要学文化 九十分钟两节课,学生能学到什么 他能不能从我称上,是泰国人能学到一些理议和文化 所以我就作为一个老师,就是要很努力地把这些泰国的理议文化交给他们 让他们深刻地理解 那么语言方面呢,我让他们模仿了我 语言能像本地人母语的人,就像我越来越好 不仅如此,林青还加入了四川省泰国研究中心 常帮助中心翻译一些泰国的文献资料 工作之余,她还为泰国的多所学校翻译中国的文化知识、教育政策等内容 林青直言,在泰国中文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我们先说泰国周边的,不管是机场或者大厂厂 基本上都是有中文,以前只有英语和泰语 现在有中文了 我们以前是小学和书中是没有中文的 只有高中和大学 现在不是了,从小学要开始学 还有一个孔子学院也是在跟政府一起 跟泰国政府一起合作方面 在林青看来,泰国中文热的背后 实际上是泰国民众对两国关系的信任和对中国发展机遇的认可 随着泰国和中国的合作越紧密 释放的就业、创业机会也越多 作为一名学中文的受益者 林青希望两国有更多年轻人愿从语言开始了解对方 黎菇 黎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